他来了他来了 泛冰冰 然而随着90后 四小花旦之一的女星郑爽 近日应涉及阴阳合同被调查 也让昔日一则补税新闻被翻出 自2018年10月展开影视规范 税收秩序工作以来 影视行业纳税人认真展开自我纠查 截至2018年底 自查申报税款高达117.47亿人民币 中国知名编剧赵东霖更爆料 这补税的117亿人民币 共牵涉700多位艺人 但仅有范冰冰惨遭封杀 范冰冰被发现点赞 该则PO文又收回 有网友佐29日在微博PO文表示 那就希望将范冰冰之后 补税的117亿名单公布出来 不要逮住一个人往死里 搞全部公布出来整改 别把现金令拿来糊弄观众 能解决这些现状才是优秀 没多久就有人发现 范冰冰点赞了 这则PO文 但随即又收回赞 引起网友热烈讨论 这口气 范冰冰应该忍了很久吧 范冰冰 大家都不干净 凭 什么只抓我一人 要死一起死 本来就是啊 凭啥就冰冰一人挨骂 编辑 张艺嘉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